我們來計算這個計分 這個計分他的結果是等於2分之π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算 我們現在就先來算這個東西 0到無窮大 1的-px sinx dx 這個我會算 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以p為變數 當然這個p 它是要大一點的 p要大一點 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對p積分 對p積分的話 就會有一個x分之1跑出來 跑出來以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來 好 那我們現在先算這個東西 那這個等於通常呢 這個是等於1加p平方分之1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這個可以用什麼帶呢 用這個1的x帶 那這一項的話 是這個的什麼呢 虛部 因為我們曉得這個 1的i x 1的i x 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等於 加上i x 所以你這個把它取虛部的話 就是x 就是把它取虛部就是x 所以這個等於 這個是等於 這個虛部 0的到無限大 1的負p x 好 這個是1的i x d x 這個等於 這個我們把它合併起來 這個是1的負p 加上i x 好 那我們不討論 討論那個 戀閃性的情況 我們就直接來積分 這個東西 我們就直接把它當指數來積分的話 一積出來的話 就是 負的p 加i 分之1的都是3 負的 負p 加i x 然後呢 從什麼呢 從0 到這個無限大 就是我們就積這個東西 那這個我把無限大帶進去的話 這負p的無限大就是0 帶下限的話 帶領下去 上面是1 所以這個是 前面又有一個那個 image 這image 這個 這個是 這是負的多少 負1 負p加i 這樣子 然後上面負得正 這正 這裡是負的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算出來 這是p 平方 加1 我上下乘以p加i p加i 那我把它取虛部的話 這個就等於 1加p 平方分之1 所以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 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就等於多少 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是等於 1加p 平方分之1 好 那我現在 兩邊 再對什麼 再對p積分 我p 給它從0加到1 這dp 從0 加到無窮大 從0到無窮大 0到無窮大 dp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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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二分之π 二分之π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的話 我們假設呢 它是呢 收斂的 均勻收斂的 所以積分可以對調 積分對調的話 就變成是 0到無窮大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 0到無窮大 積分你要對調的話 我先對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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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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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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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字幕志愿者 杏鲁丝